你經常說,我們有條線,他又談又砌,我不會跟他對講,但我又會跟他談,但我們都會堅持我們自己的立場,你經常說這件事,事實上證明,這條又談又砌的路線是不行的,是嗎? 你有沒有去反省過? 你一定有反省,就是作為政治人,你不反省,你就做不到政治人,又砌又砌,什麼時間談,什麼時間砌,什麼時間不砌,只是談,是嗎? 我也要告訴你,起碼六四之後,文獵是唯一一個政黨在北京遊行,是為夕陽案件翻案 大家記得,不要錯過《毓民會客室》 回到第二節了,現在香港任何的認識設計都有,跟古代那種比較一致的做法都相距水業甚遠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現在有套房的出現 以前古代來說,廁所和廚房其實是不會放在家裡的,它會放在另一個地方 因為它會代表,比如火氣和水氣這些都是一個容易引動風水的問題 那這件事跟外國人很不同,外國人廚房用來吃飯,如果自己是家人 沒錯,中國人就沒有,也沒有這樣的條件 沒錯,當然,現代來說,我們居住環境狹窄 我們經常都說,麻雀衰小,五臟俱全,把所有的東西放在家裡 這個是一般來說,在現代香港居住環境來說,避免不了 再說回以前,其實我們的年代,通常來說,家裡的廁所 其實都是不會放在房裡的,我們都不會有套房的出現 一般情況之下,除非很有錢的人才會有套房 但其實套房這個設計,正正就是最容易敗壞桃花的問題 但那個就有歷史的淵源,以前的套房實際上很少 但套房一出現,其實代表劏房的,接著會來 沒錯,其中一個隱身 但是這個亦都有很多因素,剛才我們說的因素就是 獨身的人多了,大家就不會說要換一間商量比較大 當然是一個人住的,全部放在一起,譬如說在一間大加層 除非你住龍屋,這個就不算 基本上你就不想跟人搶廁所 沒錯,對 這個習慣跟我們在五六十年代相差很遠 我自己小時候住了一間,十幾戶人用一間廁所,一個廚房,一個浴室 沒錯,沒錯,就算之前的,我們叫曬治區 這個名字也是,很久沒有人用過了 曬治區啊,全部的廁所都是在屋外面的 廚房在袖廊 對,廚房在外面,你主動,它是不在屋裏面的 因為它都是沿用回,當然地方小,一個原因 第二就是沿用回之前的方法就是 家裏面是沒有廁所和廚房的,這個是一個問題 現在我講的是,譬如我們今天講到桃花的時候 我們接下來會講一些,我們日常會容易 怎樣自己導致到桃花是不好的東西 譬如我先講廁所 第一個要講的就是,有一個方法就是 現在有一些設計就叫做,一個單位,一個廁所裏面有兩道門 麻煩你,張圖房,麻煩你 一個單位有兩個廁所,一個廁所兩道出入口 這個單位裏面,其實它是一間屋來的 這個是實際的屋來的,即是實際現場的樓盤來的 它的設計就是,你看到中間圈著紅色部分 其實就是整間屋的廁所 而這間屋的廁所,它有兩個出入口 一個入口就是在一個廳裡 而一個入口就是在一個房間裏面 這個設計,坦白說,如果以桃花的論調去講 是出軌的桃花來的 因為其實我們以桃花的意象有兩樣東西代表的 一個就是以花來代表,一個就是以水為代表 而水代表不好的桃花,通常就是來自廁所 而現在很明顯,一個廁所兩個出入口 代表一些很私人的事,有兩隻腳 所以如果你說這間屋裡有一個廁所,一個廁所兩個出入口 其實那個屋裡的主人,就是躺在那個房間的主人 其實是會容易出軌的 當然如果你說你是未結婚的 那這個問題不是嚴重的 不嚴重的,代表了你很多桃花而已 但如果你說你結婚了,這個設計上 你就要小心一點了 當然如果你說你的房間這麼巧 在一個廁所兩個出入口,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而已,封了一個它 封了一個廁所,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當然別人的設計,是刻意想做到一個廁所 兩個出入口,好像很帥氣一樣 你封了它,你願不願意 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方法 那第二個設計就是說,我們套房就是現在的套房 第二張圖,麻煩你 廁所,這個就是一般情況 如果你的房間是有套房的 那你見到這個正正的那張床 其實是對正廁所入口的 那這個情況代表什麼呢? 代表有一個污蝕的桃花 如果以桃花去論的話 這個設計,床對廁所門的設計 是容易出軌桃花的 就是不好的桃花 那如果你自己一個人住的 還沒結婚的 有這樣對廁所的話 都可以的 只不過有一個桃花 可能就不是那麼乾淨的 那當然是好 如果你享受的 那都沒問題 有些人 我這樣聽到很多男性觀眾 會吵這些 會的,會的 有些是喜歡 一 night stand 或者喜歡出去 flirt 基本上這個設計上 對於未結婚的人來說 是有的 那實際情況 都是有情況 就是說 有一些父母 見過子女 我的經驗就是 他見過子女 很久都沒有桃花 他真的會叫你 不如想一些方法 搞我桃花去吧 那這也是其中一個方法 當然是結婚來說 結婚來說 如果是男女豬人在房間裡 記住 這樣的設計 是不行的 還有這樣的設計 是容易有什麼呢 容易有 女人來說 容易有苦科病 男人來說 容易有腎膀肺療系統 的毛病 這個是其中一個設計 或者去第二張圖 都是講廁所 這張圖 看到了 這張圖 其實這張圖 在現代的設計上面 都是很容易發生的 因為你的套間 你迫著廁所 在無法選擇的情況之下 廁所門 要不就是對著頭 要不就是對著身 要不就是對著腳 這三個情況之下 第一 以桃花論 都是容易出軌桃花的 但是如果你說 以病論來說 廚房 廁所門對著頭 的話 頭就容易有事 而頭的有事 通常是水氣入侵 對著胸口 就是水氣入侵 對著下肢 都會衍生不同的病 或者去最後一張圖 這張圖就不是套間了 這張圖就不是套間了 這張圖就說 你的房間的門 正正對正的廁所門 這跟剛才的理論 是一模一樣的 大床對廁所出現的問題 如果我們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要怎麼解決呢 搬一張床 第一 可以搬一張床 又或者搬廁所門 搬的門 不要向著自己 這是唯一的方法 有一個情況就是 你又搬不到 可以這樣說 如果有時候房間 小到你都沒有辦法動的 只有一個位置 床不斷擺 廁所門又不斷擺 那怎麼辦呢 沒得搬的話 唯一的方法就是 一 你的廁所門 一定要常關 一定要常關 其實廁所門應該常關 廁所門應該常關 一定要常關 還有那個屎塔應該蓋著它 是啊 這個就是 這個衛生角度來講 真的需要的 因為你沖廁所的時候 其實很多細菌走出來的 但是很多人其實 沒有關廁所門的習慣 第一件事就是 你一定要常關 第二件事就是 假定你還是很擔心廁所門在這裡的話 可以在廁所門的外面 擺植物 擺植物 其實植物的用意是什麼呢 植物的用意就是 兩邊都要擺 因為兩邊左右都要擺的意思 代表什麼 因為植物其實是有生命的 它有氣出來的 當它產生氣的時候 它就形成了一個氣場 擋住廁所的氣走出來 侵入你自己的床上面 所以如果你說你是空間有限 不可以搬床 不可以搬廁所門的話 最好當然要關門 第二就是在廁所的外面左右 擺植物 如果你說外面擺植物 擺不到的話 你可以考慮就是 在門的左右 把植物掉下來 在牆上面 擺一棵小型植物 擺一棵小型植物 躲低一點 讓氣散出來的時候 擋住水氣走出來 這也是解救方法之一 那應該是什麼類型的植物 如果以房間來說 第一千萬不要那麼大棵 因為太大棵 它會跟你搶氣 因為它也是吸氧氣的 第二就是千萬不能有刺 就是不可以有刺 有刺就是殺的一種 刺住自己也是死的 如果對人的話 就肯定刺傷自己 這個就是 如果在現代大家聽眾上面 聽到你的家是這樣的時候 可以考慮一下我建議的方法 就是說 搬床、關門 和放植物去化解這個問題 就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廁所的問題 另外一件事就是 再說一說 影響什麼會影響桃花的呢 就是一般情況之下就是鏡子 麻煩你去鏡子的圖 麻煩你去鏡子的圖 這個一般情況 在一個主人房裡面 通常都會 如果是女主人的話 通常都會放鏡子 放鏡子的 這個鏡子的位置 其實這張圖告訴你 鏡子有什麼問題呢 就代表了什麼呢 代表了就是說 其實如果鏡子照到床的話 而你是兩夫婦一起住的話 那個鏡子就會收到 同樣反映一男一女在鏡子裡 就代表了什麼呢 代表了 男的有理之餘 還有另一半 而女的也是一樣 有男主人之餘 也都有另一半 所以如果鏡子照長的話 一般情況之下 男女雙方都有機會出圍的 所以你看到一張圖 告訴大家大家 打交叉的位置 其實是不適宜放鏡子的 這些全部的位置 我一看 我就這樣理解法 你不要起床 一起來 欠一大眼就看那塊鏡子 沒錯 這個是一個最重要的一點 如果你說 我的地方太小 就沒得選擇 那就不要裝鏡子了 要不你就遮蓋它 即是你遮蓋了那塊鏡子 師傅你放這樣 就不可以選擇 這些人家 哪裏不能選擇 那普通人家 根本裝無厘頭 裝一塊鏡子 有些人是喜歡 裝梳妝桌 因為很多時候 房子很小 女主人 她喜歡在床尾 尤其是對著床 對著床 對著床 是最危險的 因為梳妝桌 即是大鏡子 對著床尾 對著床 其實男女主人來說 是相當危險的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你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記住 不要 如果有鏡子的話 位置不要這樣放 要跟著圖圈圈的位置才行 又或者是你放了之後 你要找東西遮蓋它 即是如果做個簾 或者做個櫃子 把鏡子藏起來 或者把鏡子藏起來 都是可以的 這就是比較容易 自己搞到桃花亂龍的方法之一 好了 下一次 下一個 我再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在講 剛剛我說了 我們一般桃花的意象 就是以水和花的意象 我跟著來講的是花 麻煩你去一張花的圖 麻煩你去一張花的圖 這張圖 首先說 有幾樣東西 是不利桃花的 第一情況就是 先人掌 先人掌就代表有刺的花 我可以看到 如果一個桃花是有刺的 你會覺得舒服還是不舒服 無論你是 可能你說我是未結婚的 我想吹往桃花 你千萬不要在家裡放先人掌 因為先人掌是代表有刺的桃花 同樣道理 放玫瑰也是一樣 玫瑰花好像很漂亮 很多人都說送玫瑰花給女生 其實玫瑰花是有刺的 玫瑰花的桃花 就代表有刺的桃花 那這個桃花一定是令到你很不舒服的 所以如果你說 你在家裡想吹往桃花的時候 一般情況我會叫人擺什麼呢? 就是擺百合 你用桃花來講 沒什麼好得過百合 百合百合 每樣都合 變成就是放桃花 黃桃花的時候 盡量用一些比較沒有刺的花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我們看到旁邊 譬如舉個例子 右手邊的圖 下面那張是一個枯樹 這個枯樹來講 一般情況之後 可能一些獨立屋 外面一般大廈很少見這些 一般如果是獨立屋的話 你的屋外面向著一棵枯樹的畫 枯樹代表什麼呢? 代表空心 空心的桃花意象 代表這個 是一個無心肝的桃花 變成是一個虛幻的桃花 我們引伸去講 有些人未必是向著一棵樹的 但有些人有些習慣就是什麼呢? 就將一些枯了的樹 斬出來 放在家裡當作裝飾 我見過的就是當椅籠也見過 當作裝飾品也見過 當作桌子也見過 當作桌子也見過 把這棵樹放在屋裡 其實那個桃花的意象 都是代表空心桃花的 這也是不利桃花的 在右手上的那張圖 其實那是一個爛藤植物 一般情况之后,尤其是那些村屋或者独立屋 你自己有一些花园的围场的时候 如果你有种了这些篮藤的植物的话 那个意象是什么呢? 篮藤意象就是向外走,向外闯出去 那代表什么呢? 如果你的屋外有篮藤意象的话 男主人或者女主人都有向外走的机会 那这个图花上意象来说,一,他就可能是整天出街不回来 一,就是可能出轨 这个变成如果你的屋外有篮藤的图花 即是篮藤的植物的话 我建议上大家千万不要中 要不然你的图花的运势是会一直降低的 师傅,除了这些更有力我一点 譬如我在花园走我来,有很多人摆竹 一般情况之后,竹通常是说文昌星的 文昌,有些是吹才 吹才的意象,摆竹就是因为它是水种 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有些朋友经常说 要摆水种植物,那为什么要摆水种植物呢? 一,因为水为财,水也代表桃花 所以水种植物来说,那什么植物会比较好呢? 一般来说,我们摆竹,竹可以旺桃花,可以旺材 摆对位置可以旺文昌,这些全部都是比较容易去处理的 ok,好,那我们接着就是,如果是花呢 现在有很多人摆的,另外譬如说,刚才你说到流动有水的 比如摆一根金鱼在那里又如何呢? 金鱼那就是一个象来的,纯粹以金鱼本身的意象来说 其实它是没有作用的 第一,摆金鱼通常有两个方法的 一就是说,我们摆一个位置是利动的 你知不知道现在坐牢的那个以前都 我知道,在我上堂的时候我经常都讲的 这个是例子来的 因为曾经有人说,很自豪 有个什么什么师傅帮他摆一个位置,看过 那变成就是说,那现在不会有人再说了 其实就是,当然他摆得不好 因为冻了那个意象的话,那个意象好就好了 那个意象不好就不好的 还有摆金鱼呢,不是乱摆的 绝对不是乱摆的 因为其实摆金鱼是有数字去数的 譬如举一个例子,你的冻象,而那个位置是需要水象的 通常我们放一和六,即是一条一只色的 六条另一只色的,一六是合水的 是一个水的意象来的 那如果那个地方是利火,要火的 那就两条加七条,二七是合火的 同样道理,你要木的就是三八 如果你要金的就是四九 通常就要计算对数才行的 那如果你说有些鱼死了的话 你立刻要补回去的 那使得那个象,那个数是不会破坏了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譬如说我摆个光,即是光水在那里 但是其实不一定是金鱼的 现在很多人种不同的东西 那这个本身是没有分别的 要这么说 以动胀来说,当然是以鱼最好的 因为它动,所以你产生那个动胀是最厉害的 就是通常,但是我就不太建议 因为我见很多人呢 他为了要动胀,他就会用金鱼 当我师傅跟他说,今年这个位置不能放 他怎样做呢?他就会 如果他不是真的爱鱼的人呢 他会想到我处置了鱼 那这个我就很不赞成人 所以周斌松尚就说 所以现在你看到很多人呢 他们不用鱼呢 他有很多水动象 譬如说 是啊,你不用一定的嘛 我见人,譬如放衣服也行 是的,就是水流流流去 或者有些,如果在餐厅上面 门口转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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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水动象来说呢 如果大家有时间去看看 就是说,哪个水动象最厉害呢 最厉害的就是太古城在上面的入口 即不是在下面的入口 在上面的入口 在汽软那边的入口 旁边那里有一个水动象 那个动象就很厉害的 我记得 另外一个我记得现在不存在 就是以前的希尔顿酒店 是的 那个也是水柱油手柱 是的,那个动象很厉害的 只是滚滚的声 那个很明显是一个利财 就是引财性的动象来的 那这个当然那个承建商很好 他为了令到商场兴旺 他做了很多东西 他令到所有人兴旺 所以你看到太古城 那么多年来说 那个商场呢 是令狗不衰的 那顺名卖为呢 那半岛酒店前面那个算不算动象 是 绝对是 那个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动象 他设计上是想得很好的 因为前面来气 他对外面呢 其实是尖沙咀码头那边的海 就是现在当然填了很多 就是太空管啊 那之前就是 其实那海吹起来的风呢 是很厉害的 以前好像中环在 那个立法会那里以前也有水 现在好像是没有了 现在都还有 还有 还有 因为以前 现在的力量没有了 填海填了一些太过多路外面 那以前就说 他码头 就是他走出去就是码头 那水对着他呢 他一定要震散一些杀气的 要不然呢 很硬的 所以他就利用了一个水象 就是散一些气出来 也都可以引杀 也都可以带动财星 那令到他那个移座 他如果你这样说 是不是譬如说 在汇丰那里以前是吸一些水进去的 是 汇丰以前就更夸张 他首先前面呢 就有一个皇后像广场 有一个大平原 有些水 那让一些气进来的时候 首先呢 远方的杀气 因为前面对着呢 其实是九龙半渡的尖嘴 远方的气 杀起来的时候呢 前面有个大平原 让一些气聚一聚 接着呢 有些水 接着前面呢 就在狮子的下面 有三级楼梯的 那些气呢 进去的时候呢 就先降下降下 接着再两个狮子对着杀 接着有个旋转门 进去之后 大名堂 然后再上去 那他引杀为勇呢 吸了一些气 令到自己是 最有利自己为止的 那这个布局很漂亮 就是很好 那他大约拆了之后 大家看到汇丰现在怎么样 这个就是 也就是田海问题 田海其实都是 对他来说都很伤的 对汇丰来说 那 好了 稍微时间 我就讲完最后一件事 大家会常犯的错误呢 就是讲这个 花 或者是讲这个 干花和假花 麻烦 给你一张图 这张图呢 就是讲假花和干花 这一件事通常来说 一般我们在家里面的人 大家都会去摆的 那 那 其实这两种花来说 是对桃花都很大影响的 第一 就是假花 刚才说了 花是引动桃花的意象 那 如果假的花 那大家很清楚 就是假的桃花 你越颜色鲜艳的假花 那个假桃花就越吸引你 就越令你难抽身 所以一般来说 家里来说 尽量不要摆假花 尽量不要摆假花 假花其实是一个无生命的花 他带来的意象 其实是不利桃花的 另外一个就是 近来兴起的 叫假 也不是近来的 是假花 就是干花 就是那些花 它是真花来的 不过它是经过处理了的花 干花 干花代表什么呢 干花代表了一个老衰落了的花 已经是萎缩的花 如果我们的桃花意象来说 你要摆干花的话 就是很多人摆的 就代表你的桃花 其实就变成什么呢 变成一个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的桃花 它不会再有新的火花出现 不会再有鲜艳 不会再令你很开心 令你很牵牆挂肚的感觉 它只会令一种是日落黄昏的感觉 没有了朝气的桃花 如果你摆假花在家里的话 其实是对双方男女的感情是不利的 我建议大家 当然摆假花 很多人因为没有时间照顾那些花 麻烦 摆假花就漂亮了 可以放一点点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尤其是什么呢 尤其是你想喝求有桃花的人 或者说你感觉到你自己的感情 或者夫妻感情已经不是很稳定 或者说没有什么火花出现的话 最好不要放假花在家里 最好放一些鲜艳一点的 没有刺的花在家里 那个桃花异像才会比较好一点 另外稍微刁转一点 比如花的颜色应该怎样呢 花的颜色呢 这个就比较深入一点 如果你说牵涉到就是 第一要牵涉到命主的那个名格 也牵涉到那个桃花位 其实是需要什么 当然我们在家里面 每家屋都有桃花位 每家屋都有利利的桃花位 那你的桃花 比如举个例子 如果你说你是一个熟木的人 譬如是甲木人 或者是月木人 女士 那你的桃花星 观星杀星就是金 所以说你要摆强一个金的意象 如果以花去计 就是白色 即是你需要摆白的花 来坐旺金的意象才行 如果你摆红色的花 因为红色代表火 火、黑、金 那你桃花的意象 又会被它所克制住 就减弱了 当然如果你说 你真的要很清楚自己 是什么 旺自己的桃花的话 那当然 都是需要说一句 你是需要找一个合格的 或者是识的师傅 帮你解决才行的 如果亂摆呢 是可以 就是会减低了你的那个运势 那这个是事实来的 和这个相关的就是 譬如说在家居那里 就是 那里面的肠子 通常那些肠子要什么 吃的 这个在香港也不是太多的选择 而我自己的感觉 那里面的太鲜鱼的色 反而这个人很舒服 是 如果我们先不要理 那个命主 是要什么先 有两个色 是不 一定不可以做长色的 一只是大红 大红的意思呢 因为红是阳气好成的 整个人会很亢奋的 红色也是 那不用说了 不要整个长红的 你真是亢奋 但是我真的见过 那家居真的是红色的 做什么事 那为什么会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两个情况 一个情况就是 我见过一个人的家里面 他很喜欢红色的 他的屋墙很红的 另外 一只色是不可以放的 就是黑色 这个也不可以 黑色是罪音的 但是呢 我这两只色呢 我试过一次 我在上海 上海看风水 在餐厅里面 那个主人就跟我说 我没有生意 跟那些伙计关系不好 跟着我去餐厅里看 跟着我跟那个人 我跟那个餐厅老板说 我说 帮你设计这间餐厅 那个人是不是跟你有仇 是不是跟你有仇 是不是跟你有仇 那他说 不是啊 我是那些收了很多钱的设计师 是这样更加有仇 他就怎么看呢 他就是 他就很简单 整间餐厅 黑色 红色 两个色而已 椅子 桌子 红色 长的黑色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 你走出餐厅 你望入这间餐厅 你是不是觉得这间餐厅 好像一个刚刚火灼完的地方 他说 他说在这里 我说在这里 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 哪里会有人坐得来 是不是 那些人都不会进来 因为你的意象 其实是在烧的楼 那你说你的设计上 所以红色和黑色是全的 不可以 就是家里来说是不可以用的 那刚才你说的 究竟长色 什么是最好的呢 一般来说 如果以 其中一个师傅松文峰 他说的 简单分类法就是 冬天出生的 尽量用一些暖色 比如暖色是什么呢 比如粉红 粉橙色 这些暖色是会比较好一点的 如果你说你是夏天出生的 用一些比较冬的色 比如说 潜灰色 潜灰色 如果你说 在春夏季之间出生的 那你用一些奶黄色 米色 那这些色相对来说 是会 任何人都比较容易的 如果你说 不是喔 我家里又有冬天出生的人 又有夏天出生的人 那为什么搞缺 那我就会跟你说 哪个赚钱 就走哪个 但是如果你从常来说 就有个别的色 是比较看下去舒服的 是 那大家都尽量能用那些 是的 没错 刚才你说红色 我真是匪夷所思 你 带你走进去 你已经不舒服了 就真的有人有 真的有人有 所以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的 因为如果一个人 他从外国回来 其实他会觉得很正常 但是当他住了之后 他觉得很不舒服 他又想找人看 那才知道问题在哪里 是 他是不自觉的 我举另一个例子 这个又不是很正确 但是我一时间想到 譬如说 一个很著名的日本的摄像设计师 三本尤士 Yoshi Yamamoto 那这衣服全部是黑色 也是白色 但是他那个门市也是这样的 那后来做到破产了 我不敢说两只 两只有变惯 但是他的衣服是很漂亮的 我自己也很喜欢 但是那个设计 我总是 他那个门市 就是这样做法 我始终觉得是有些问题的 其实如果你是 尤其是你吸引人流的地方 其实简单地说 最好最好 不要那么暗 如果我们 以一个正常的说法就是说 财星是跟光走的 越光的地方 吸引财的机会越大 简单地说 如果你说你和别人斗风水 就是我们和别人斗风水 不要就是斗了 就是说你做店铺门面 你的店铺给旁边的光 你一定好生意在旁边 因为其实你抢了别人的财星 那这个又是很心理学的 你走一间店铺里面 吃市就怎么也好 你都不想走到烏登黑火的 是吧 那烏登黑火一旦来 有个别就玩情调 是 那个有 但是那个都不会做得黄的 因为那些不会做得 那些它变成不是吸引人流 那些人坐着不动 可能一台客坐很久 那你卖到很贵很贵很贵 就是你一定要调节自己的方法 如果你说我是卖便宜的 我是卖一些零售 就是一些茶餐厅那样 你是烏登黑火的话 我保证你死定 如果你说我卖一些很贵的 一餐吃下去 一万多亿万一个人的 那你当然期望别人坐久一点 又开酒又行的 那你可以做一个程调 是可以的 就是视乎你不同的自己的客 那你做酒吧 有一般来说 又不会光彩彩的 是 那这个视乎就是说 你要清楚自己 其实他都有想过的 譬如说 有地方比如武池 或者是 一些丁标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 他都会弄个光一点 那难道夜中会又 就是 那些希望你坐在那里 是 比我们想想中之中 是豐富的 是 但是我们很多 假设一定是这样的 其实有时候 不是 是 原来有时候很多东西 令我们意想不到 是吧 那我们下一次 我们又继续探讨 另一新特席目 好 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